所以学佛人要懂得 我们想不痛苦 不烦恼 就首先要放下自己 不要去太相信自己每一件事情 那么如果你去怀疑别人 因为怀疑别人 实际上你已经是不正当的见到了这些东西 见到这些观点 比方说你这个人从来没见过 因为你听人家说他不是个好人 所以你马上就把他当成一个不是好人来看待 实际上这已经叫邪见了 那么如果是正见的话呢 就是我相信你就是正见 如果怀疑别人就是邪见 如果你相信别人 那么你坚持自己的观点 你相信他一定会做好 那你就心中拥有了正念 那么台长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方说东西掉了 刚刚掉了 你首先想到这个人 他不会偷的 那就是正见 你的心里舒服了 想一想在哪里呢 说不定自己用掉了 想不起来了 或者我没有放在这里 那就是正念 如果邪念开始 马上看他的样子 看他的表情 马上你就会怀疑他 刚刚在房间里还看到的 怎么会没有了呢 肯定是他拿的 你看他装的那个样子 还特别的虔诚 我没拿过啊 我没拿呀 还抵赖 那你的烦恼就加重了 你就可以烦恼了 从这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 正见 实际上就是要相信别人 你不会产生烦恼 你邪见 你不相信他了 你烦恼就会生出 大家想一想 我们人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不相信别人还少吗 要记住 不相信别人 你就不会正见 不正见 就是边见 边见就是从边上去看到的事物发展 并不是从正面去看到他 所以 边见 实际上 看出来的事情很多都是歪的 台长举个简单例子给大家 我们小时候看宽屏幕电影 对不对 坐在当中看的人 和坐在边上看电影的人 看的屏幕 那是两个概念 因为坐在当中看的人 影片中的人 脸是很好的 但是从边上看上去 这个脸全是扁的 那是宽颖幕嘛 那么说你的眼睛坏了吗 没有 那就是边见 所以要学会放弃 属于自己不正当的见解 凡是不正当的见解 我们全部要防止和放弃它 比方说 比方说这个菜端上来 我们这里给人家吃掉过一块 好像少掉一块 你马上就觉得 肯定有人吃过了 这就是偏见 这就是怀疑 所以真正学佛人 有缘众生 在学佛当中不能走偏 要用正性正念 来管住自己的意念 是否会有什么 我看你 这就是 你 我看你 感谢观看